台海情勢升溫 中美逆宗戰機對決誰更強 殲-35A和F-35 作為中國大陸和美國的最新逆宗戰機 他們在逆宗性能、作戰配置、電子戰能力上 各有什麼優勢呢? 解放軍殲-35A能否與美軍的F-35相抗衡呢?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施孝偉的軍武大觀 我是孝偉 美中二晚上八點 請螢幕前的觀眾朋友 要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小鈴鐺 最重要要幫我們抖內 好,珠海航展正在如火如荼取行 雖然當然播映的時候已經結束了 但這一次珠海航展中 當然中國大陸的殲-35戰機 無疑的是引起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話題 它在開幕式的時候 從觀眾面前衝過並且拉伸之後 以鑽身的方式消失在觀眾的眼界中 前前後大概就幾秒鐘的時間 但是殲-35在這次航展中引發的話題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多關注的這樣一個焦點 當然很多人就會覺得殲-35A和美國的F-35 在逆踪性能上有什麼差異 然後F-35是相應的對照組嗎 當然其實我們要看殲-35戰機 它本身原先開發的原因有 最早2014年出現的時候 其實主要就是為解放軍海航開發一款逆踪戰機 因為解放軍海航的戰機殲-35是由沈飛生產製造的 當時中國大陸其實另外兩款空軍的主力戰機 分別是2008年第一次在珠海航展現身的殲-10戰機 還有之前稍早試飛出現的殲-20戰機 基本上都是由成飛所開發的 但沈飛跟成飛之間在中國大陸來講 是兩個非常重要的戰機的設計重鎮 那既然成飛奪下了空軍下一個世代的逆踪主力戰機的研發 而且經過立項而且確定要進行生產的時候 對於沈飛來講 沈飛雖然不斷地一直在開發 包含像殲-11啊殲-16啊等等這一系列戰機 但是海軍的飛機反而一直是由沈飛所獨佔敖頭的 你可以看到殲-35 甚至於在這次航展中所展示的殲-35T 還有殲-35電站型跟殲-35D等等 都是沈飛的這樣的產品 所以沈飛他在研發之初就思考到了 未來海軍也是需要一款逆踪的主力戰機 因為在那個時候美國的JSF聯合打擊戰機計劃 基本上已經決標了由F-35戰機得標 然後F-35戰機它所設定的市場 F-35A是空軍型 除了美國空軍自己用之外 絕大部分的外銷也都是由F-35A好來擔任 那F-35B短距離起飛垂直降落型 除了美國的陸戰隊還有英國皇家海軍之外 像你看到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還有包含像義大利等等 西班牙很多國家也買了這種短距離起飛垂直降落型 那F-35C是艦載型 原本當初是英國皇家海軍跟美國海軍要共同採購的 但是後來英國皇家海軍買了F-35B 那F-35C幾乎來說就是美國海軍的獨家產品 沈飛沈卓當時美國的JSF市場之後 認為其實他們如果設計一款雙發動機 相對來說它不是那種大型主力戰機的等級 而是支援戰機的這樣的角色的話 海軍的逆中戰機有可能跟殲-35戰機能夠搭配運用的一款戰機 也就是說其實沈飛當開始在著手進行 這個殲-35戰機的時候 他其實就已經看到了他們未來解放軍會有 彈射型的航空母艦出現那是早晚的事情 所以從殲-35C後來變成殲-35C 他已經成功的由空軍所採購了 當時我們講到就是說 那個沈飛開發這個戰機除了艦載型之外 另外很大的一個他瞄準的是一個外銷市場 因為以中國大陸來說中國大陸開發了一款 對外外銷專用的跟巴基斯坦合作生產的 一款叫蕭龍戰機也就是JF-17 JF-17在外銷的時候巴基斯坦用的的確是非常的不錯 但問題是除了巴基斯坦之外 其他沒有什麼國家願意採購 很大一個原因就是解放軍空軍自己沒有採購這個戰機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殲-35戰機出來以後 殲-35A中共空軍也加以採購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就要看殲-35A在解放軍空軍之中 他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那以解放軍他現在裝備現代化以後 其實他裝備現代化比較早的2008年之前 就已經開手換裝的殲-10A戰機 其實到現在已經有相當的時間了 所以也就是說未來殲-35戰機 會逐步的替換掉原先使用殲-10戰機的這樣一個機隊 至少會有把殲-10A或殲-10B換掉 殲-10C因為很新 所以相對來講可能替換的持續不會那麼急切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殲-35戰機 未來在解放軍空軍服役以後 他會跟殲-20戰機一樣 等於說在美國空軍 他會有一種高階的制空主力戰機 由殲-20擔任 但是他是要有相當多的殲-35戰機 扮演了如美國空軍F-35戰機的這個角色 執行各種對地 然後或者說是打擊的等等任務 甚至於就是說以艦載型的殲-35的話 他甚至還擔負這個踹門的角色 因為他本身是逆踪的 至少雖然說我們不曉得他現在逆踪的效果到底如何 但至少顯然他在當初設計上有很多技術指標 應該都已經達標了 解放軍基本上才會採購這個飛機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功能跟角色的定位 是我大概是這樣子來看的 殲-35A的外觀設計跟雷達回波跟F-35來相比的話 到底有哪些優缺點 我很誠實的說 現在你能夠看到的資料並不多 比較沒有辦法那麼精準的判斷出來他到底怎麼樣 像最近很多人就說殲-35戰機性能優異 超越F-35如何如何 說真的我也很誠實的說 我們並沒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數據 來顯示出他到底真實的作戰性能到哪裡 一般在航展之中 大概你會看到對一款戰機 有些必要的這些說明 包含長寬高 然後發動機推力 然後以及他的大致的作戰半徑 然後以及他的基層瘦度 以及他飛機所謂的持續機耐力等等 包含一些類似像滾轉率等等 這些都是會在一般航展中提供給買家去看的 不過顯然殲-35戰機 並沒有對一般的民眾公佈這些數據 所以你說今天這個戰機是不是真的性能 會比F-35好會如何如何 說真的我還真的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它是好或是壞 而且以F-35戰機來說的話 至少在2017年巴里航空展出現的時候 它已經有一套可以承受7個機的性能展示科目 然後在去年 也就是2023年的巴里航空展 它其實已經把機線放到9個機 有一個9個機的整整的性能展示科目 雖然說我看完了那套性能展示科目下來 感覺就跟F-16其實有點像衝來衝去的 的確展示了它的飛行性能不遜於F-16 但是你說殲-35 目前為止我們只有看到那天驚鴻一瞥 從觀眾的後方出來之後 用一個大角度的拉伸 好衝上去之後就消失在雲頂 這個其實到底怎麼樣 以它的真實的性能 當然我相信 因為這個飛機目前在解放軍空軍來說 還是處於在一個接收跟測平的階段 這個飛機關鍵性的信息 可能還有待日後慢慢的浮出水面 你現在就說它好或現在就說它不好 都延至過著 這是我的觀點了 在機體結構跟空氣動力學 殲-35其實它的外型跟F-35還蠻接近的 也就是說它在設計的時候 看到了當時F-35戰機的一系列優點 當然很多人就會比較 就是說這個飛機 F-35好像感覺比較胖了很多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F-35 用了一個直徑超大的F-135發動機 而且F-35戰機在研發完成之後 就是它最早X-35試飛成功之後 到它真正的量彩型出來之間 其實在設計上面來說 很多的用戶都給了F-35戰機 很多的指導 也就是說希望F-35做這 希望F-35做那 做很多東西 所以以至於F-35它的外型 就不斷的因應這些客戶的要求 就不斷的變大 甚至於你可以看到 當飛機後來定名為閃電之後 F-35戰機還被航空名虧說 這個叫肥閃 為什麼 因為它機體實在太胖了 但相對來說 殲-35戰機就相當的輕減 因為它的機幅非常的平坦 當然你說在這個情況下 它的逆蹤效果會不會比 有凹凹凸凸有制的F-35要好 這個我們也不敢斷言 它一定比較好或已經比較差 但是我相信今天這個戰機 如果已經獲得解放軍空軍採用的話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當初解放軍在對戰機 進行這種所謂立向的時候 它有訂定很多技術指標 這些技術指標基本上 是要能夠達到這些技術指標 這個飛機才能夠過關了 當然它立向之後的標準是哪些 外面也沒有辦法一窺其唐澳 這也是現實 說真的相對的客觀資訊 的確還沒有那麼充足了 殲-35它由於本身的角色 會比較類似於 就是我們講到支援戰機 也就是輔助殲-20戰機作戰 這樣一個軍機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角色的分配 未來會跟美國空軍中的F-22 跟F-35的關係有點類似 不過F-35比較特別是 由於它開發比F-22晚了近10年 所以它的雷達航電 相對來說並不比F-22差 但是F-22擁有非常好的高機動能力 這個東西我自己的觀察 應該是F-35所不具備的 因為F-35這個戰機本身 氣動力外型跟它的發動機推重比 相對來講可能不會優於F-22 這也是一個現實 所以F-35它可以超音速巡航 但是時間並不長 但是F-22可以很輕鬆的 進行長時間的超音速巡航 這個是確定的 當然了 殲-35戰機它所配備的武器 我相信它既然飛機 是由解放軍空軍所立向 所以現在解放軍空軍 它所使用的這些空對空的武器 包含像F-12 F-15等等 都應該可以搭載到 這款殲-35戰機裡面 而且也由於為了要配合 逆中戰機的彈艙 我們看到像中國大陸的F-15 它也採用這種所謂的折疊彈衣 也就是說原本F-15的彈衣 是固定式的一整片 但是為了要能夠裝到彈艙裡面 它採用這樣一個折翼的設計 也就是說殲-35也好 或殲-20也好 它的這個彈艙 可以透過這樣一個折翼的方式 增加它的飛彈的攜帶數量 但就是說對地武器的方面 我相信中國大陸 他們也會嘲笑那種所謂的 小直徑化 但是可能如果它需要足夠的棒 所以它可以用比較長的彈身 來進行取代 中國大陸也有一系列的 精準導引攻擊武器 這些東西其實未來他們在設計的時候 都是需要能夠符合 裝進殲-35跟殲-20的彈艙裡面 才能夠成為一款逆宗戰機所使用的彈藥 當然中國大陸有了殲-35戰機之後 在電子戰的較量會怎麼樣 其實我們看到 未來電子戰的部分 反而不會是殲-35戰機 需要去主要執行的部分 也就是說 在逆宗作戰上來講 殲-35戰機或殲-20戰機 他們在機隊運作跟派遣上面來說 比如說配備了殲-16D或殲-15D 以及跟他們搭配的殲-10 殲-16或殲-15之外 他們領地遠遠的 為什麼 因為伴隨式電子戰機 要去保護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前述的傳統戰機 讓它不受到敵方戰機的攔截 但是你既然你是逆宗戰機 你就代表就是說 你其實本身在逆宗的性能上 能夠達到一定的這樣一個優勢 所以這個時候你不需要去擔心 別人的雷達會看到你 或對你進行這樣的電子作戰 你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 溜進敵方的防區之後 然後對敵方進行這樣的攻擊 你有了這種非逆宗的電戰機 跟著你的時候 你反而相對來說保不住 你應該要保持秘密 因為以逆宗戰機來講 它其實在現代戰爭中的運作 它本身例如它在進攻的時候 它是不開自己的雷達 為什麼 因為你一開你輻射源泄露出來 你就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你在這裡 所以它是要用被動的去接受所有各個感測器 所感受到探知的敵情 然後透過資料列封閉性的傳給它 讓它只收不傳 然後這個時候它能夠接收到戰情資訊 對戰場有了完整的戰場圖像之後 然後進到它所需要去執行的任務 所以其實以逆宗戰機來講 它真正在作戰的時候 它並不需要那些太多的所謂的電戰手段 來對它進行輔助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電戰手段 你不管你是電子干擾 或是電子軟硬殺 都會讓別人知道你在這裡 你開了雷達 別人也知道你在這裡 你逆宗的意義跟價值就完全消失了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 當然它一定會有一定程度的電子自衛能力 比如說它一定會有包含像雷達警告 而且或者說是遭到敵方的飛彈鎖定的時候 該如何的進行反制 讓自己脫鎖 這些其實都是逆宗戰機它會具備的 電子基本自衛能力 但是你要說它是一個主動的電戰高手 這個東西就留給解放軍開發殲16D跟殲15D 台海周邊發生了空中衝突的時候 F-35如何運用逆宗跟電子優勢對抗殲三屬 其實我剛剛講到逆宗戰機其實本身 有一個很先決的概念跟條件 逆宗戰機不是靠逆宗戰機去打 逆宗戰機是靠防空系統去打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講 既然逆宗戰機你要能夠作戰 很重要一點你是不能夠洩漏自己的電磁訊號 也就是說你的雷達波 絕對是要在作戰的時候嚴格管制的 然後你靠接收你的夥伴 已知的這些可以看到敵方的這些感測器 所獲得的綜合戰場情資把它傳遞給你 你作戰的時候就依靠你所接獲的這些戰場情資 然後去分配你的任務 或者跟你的中程寮機之間做資料鏈的連結 然後去做指揮 其實以F-35來說的話 F-35當然運用它的這個逆宗 它就會好對敵方進行這種所謂的源頭打擊 就是說今天你要消滅一個敵方的空軍的力量 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讓它飛起來 所以F-35戰機來說的話 F-35戰機未來會主要針對對方的類似像雷達戰 或者是機場本身去進行這樣的破壞 或者指揮它的中程寮機去做類似的這個事情 我們講到既然是這一系列作戰的話 不管殲-35也好 F-35也好 它本身都是一種屬於公式性的這樣一個武器 也就是說你在戰術運用上的公式作為 基本上都適合殲-35跟F-35來做 而且其實很重要的 殲-35的目標不是F-35 F-35目標也不是殲-35 殲-35的目標是如何壓制敵方的防空系統 然後達到攻擊敵方的戰機 跟破壞對方的這個重要設施為主 那F-35戰機也一樣 其實也就是說在逆宗戰機上 毛與盾之間的這樣一個區別 不是那麼單純的是戰機對戰機 而是戰機要對抗對方的系統 同樣的你擁有逆宗戰機的時候 你要對抗的也是對方的這樣系統 未來就是說在台海當面 如果說F-35跟殲-35 在長程打擊上是有優勢的話 其實我相信這兩種戰機 基本上都具備了這個空中受游的能力 也就是說它可以透過空中受游 然後去延伸它的打擊的 這個作戰的這個半徑的範圍 所以未來在西太平洋地區 隨著解放軍逐漸的將配備 第二款的這個逆宗戰機 也就是說未來將來 我相信它必須要去汰換掉 它可能還沒有汰換的殲-7 殲-7大概這兩年 它應該也快要汰換殆盡了 或者已經汰換殆盡 然後這些換裝的單位 還有早期換裝殲-10A的這些單位 甚至於某些換裝殲-7的單位 因為殲-7-2型第二代的這個殲-7的計劃 也已經取消了 未來應該會由這個殲-35戰機來替換 所以這些戰機未來都有可能成為替換 這個殲-35戰機的這樣的單位 那這些戰機要退換下來的數量也不再小 所以未來解放軍的這個殲-35戰機 其實是有它一定的這個市場跟需求 我們的iSmart 10校尾的軍武大官 為了要能夠更大的服務 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在LINE社區裡面也成立了一個 iSmart 10校尾的軍武大官 你加入我們這個群組以後 就可以得到軍事的第一手的資訊分析 也謝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 訂閱按讚分享開小鈴鐺 謝謝大家